包子 對 包子很聰明 然後一朵香菇大概有幾個包子 我也是被客人問 然後我那天回去就開始想 我要怎麼回答客人 然後回去就開始用放大鏡 看著那邊那麼算 算了一個晚上齁 算不出來 所以上網去查 一朵香菇裡面不管大朵跟小朵 它大概有2500萬個包子 2500萬 對 所以我們在 在香菇的時候如果 最後一次的話我們會把它放得很開 放得很開的話就是因為 它長得不好 所以讓它長開了以後 我們要去切絲 就賣到那個羹啊 香菇羹啊 它會 買那個長條的 它會比較好 好做 它沒有爭奪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個包子 爆出來的時候是 它等它有照射 它就像一陣煙這樣子飄出去 那就是它的包子 所以很小很小 就是看不到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摘看看齁 就是抓著香菇腳 然後往左邊掰 然後還沒起來的時候 再往這邊掰回來 這樣就起來了 對 這個就可以摘了 對 就可以摘了 然後我有準備一些 給大家摘看看 有興趣的可以摘看看 對啊 因為剛好 遇到香菇在作業子 對啊 大概如果再一個禮拜來剛好 對啊